2030年前面話,可能嗎? YES! 我跟大家說,這些聲音都是我港都柯英的同仁呼喊出來的 他們的呼喊,我不是在台上,請大家去從台下問他們是不是真的可能 我想我今天就來跟大家說明一下說,為什麼,為什麼從港都柯英的同仁身上,他會喊出YES! 這個字,我想這個成果裡面,事實上有三個推手 第一個推手是我們看到我們市政的領航員 這個,我們真的沒有刻到跟大家說,這個我們許市長不管他在什麼崗位裡面,他說很持續的在支持港獨各項,這個永續創新的行為 他這個照片是開輕微,等一下,我們就會請他開電動工程 我想我們來這個地方的支持,中央我們就會來一個我們最親切的這個民間友人 我每次上台北找他,他都找我去吃那個要排隊的牛肉麵 在吃那個在吃麵的過程裡面,都一直跟我講說,一直跟我講說,一直跟我講說,電動工車發展的殖民 大家想想看,麵在好吃,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殖民底下,你覺得你農業下業嗎 不過,還好,還好,有他招牌的效果 這個在小白校,我們在配上說這個,有一個這個不厭其反 這個發展一定有很多挫折 所以每次挫折回來,就是有一個人,就是一個我的,現在我們科研公司的長官 跟我在大學同學,他就那個不厭其反在聽我說這些發展挫折 所以,在他這個,大家注意看他這個充滿自信的手勢底下 我跟大家說,我們2030年全電動公車,我們是有信心的 2030年全電動公車,我們是有信心的 可是信心事實上是願意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科研業者願意買電動公車 我常常跟很多人形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說 我現在還在學校教書,我現在還在文藻教書 可是我跟很多人說,我們購買電動公車這件事情 不是在做學者在發展使命 是按照港都科研當董事長的身份 我要讓港都賺錢,我要讓港都永續經營裡面我們一個措施 這個措施我想在座的這個業者在這裡 大家可能共同承認,業者買電動公車,兩個主要的環節 第一個,成本低 第二個,妥善力,要能夠滿足我們的因應調度 我今天出來說明一下港都這一年裡面的一些成果 成本低,目前港都因為按照1.1旅程 大概基本上就量身訂做了一個電動公車 大家知道電動公車最主要的成本是電池 所以我們想報滿裡面就按照明義特性 我們就大幅減少這個目前電池的容量 電池容量大概只有72度 我坊間目前在台灣電動公車大概就是250度以上 所以簡單說,我們大概少了這個13分之1以上的電池 所以因為這樣子,讓成本降低了 而且這台電動公車充電速度很快 大概每次充電大概10到15分鐘充滿電 就是滿足民意調度 所以說具體來量化數字 從購車成本來說 獲得目前交通部現在的補助 我們每台電動公車,叫差好公車會少100萬 大家每天在開車,知道現在油價一直在上漲 所以在這樣上漲底下,事實上有目前的燃料成本 電動公車一公里大概只要3塊半 所以大家才知道目前的柴油價格已經接近了7塊 所以每一公里的柴油價格大概就要10塊到11塊 所以相對的起來講 每一公里的燃料成本它大概就少7塊到8塊 這個數大家可以回想 我購車便宜了 我燃料成本降低這麼多 所以從成本面裡面事實上 這個在政府的補助底下 我覺得這個成本面是對客家業者是有信心的 是有吸引力的 當中